各位 我们今天讲到人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都有需要 对吗 不管是你的心灵 肉身 或者物质上 我们都有这方面的需要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得满足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 有些人的需要是很直接的 物质上工作 钱 或者很简单 我只需要一副好的手机 有些人是把需要只有认为是物质上 有些人的需要比较在心灵情感的层面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需要爱 需要安慰 有时候我们需要跟人倾诉 有些人常常讲话 讲很多的话 想要倾诉人 我们人也有这样的有倾诉的需要 各方面 我们都知道 我们人都活在这个需要里面 我们也知道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因着这个需要 不得满足的时候 那个痛苦难受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在教会这么多年 我都看到有好多的弟兄姐妹 因为在某方面的需要没有得满足 或者说他们没有看到上帝满足他们 所以他们跌倒 或者他们信心软弱起来 所以人的需要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当我们讲到人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一般上基督徒 我们纠结的地方是在哪里 到底我的需要是 在神面前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这是legitimate 应该有的 神也愿意我有的 还是有一点过分 对不对 我们常常在这个两方面挣扎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挣扎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自己人性里面的一个罪性 我们都有一个堕落的本性 这个堕落的本性 有时候在我们里面产生惧怕 贪心 不满足 所以在这个方面 有时候想多得 多要 有时候并不是我们需要 对不对 已经有钱了 已经有人爱我了 各方面都有 一般的人没有我也有 对不对 但是就是因为你里面的 有些罪性 这个方面使你和我 很多时候我们很挣扎 这是出于我们的罪性 另外一方面 我们有纠结的地方是 我们也是人 我们有人性 我常常说 上帝叫我们人 有人性 人性也确实有一些真实的需要 比如说一个有病的人 我想要得医治 单身的人到了时间 想要结婚 结了婚的人想要有孩子 常常活在惧怕不安当中 我想要有平安 这是很合理的 我们姐妹们每次说 我需要安全感 有时候我们都说 这个合理不合理 当然需要我们姐妹们软弱 我这样不要给我安全感 我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方面 很多人都说 我合理不合理 我需要合理不合理 各位知道这个问题 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的罪性 和我们的人性 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 不是这么简单 有时候我们自己认为 那是合理的 但是其实你发现 也出自你的私欲 你的情欲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 神不会给我的 但是确实是神要给我们 所以罪性和人性 结合起来的时候 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需要 人的需要上 透过真理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各位好好听这部分 各位 人有需要 证明了 我们是被造的 而创造我们的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肉身 他是一个赐予者 赐予者 他造我们的生命 也赐给我们 一切的祝福 满足我们 使我们的心灵 肉身 各方面都得到满足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这是一个真理在里面 有一个一般的启示 告诉你 你是被造的 你是人 那造你的是一个赐予者 整个宇宙里面 只有上帝是没有需要的 上帝是自由拥有的 上帝是不会耗尽的 对不对 他造了一切 他给予一切 不会耗尽 但是我会耗尽 我讲到完之后 我会累 我需要休息 那么我牧养人之后 其实被人吸收的时候 我需要有人安慰我 要鼓励我 给我力量 对不对 我们人是被造者 我们都有需要 时不时按着事情 按着情况 按着某些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这个心里面说 我缺乏 我会被耗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面 各位先理解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神告诉你什么 有一个赐予者 祂是造你的上帝 祂要满足你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来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千万不要以为 属灵人是没有需要的 属灵人没有需要 牧师不用吃饭 长老不用睡觉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误解 那保罗也需不需要 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 他因着菲利比信徒 送来的那个款项 还有他们的爱心 对不对 就是叫以巴福提 飘扬过海 把那个款项 他的心灵得满足 有没有 大卫说什么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那实际上 他讲这句话的下一句说 那不自缺乏 实际的上帝为他预备了 清朝地 可安歇的水边 对不对 那个环境 虽然有时候死因的忧谷 有仇敌追杀他 但是神亲自与他同在 不让他活在那种惧怕里面 对不对 神用他的杖 他的肝安慰他 各位不要单单认为 这个是你们心里面想的东西 当然这个里面有祷告的层面 但是也有实际的情况 上帝满足他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你越属灵越没有需要 No 其实真理告诉我们 其实属灵人也一样有需要 只是他们知道 他们要怎样重新得满足 这句话很重要 要从神得满足 按照神的时间 神的方法来得满足 不是自己寻找满足 因为当你自己寻找满足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里面有罪性 你自己里面的多要 你自己里面多要 就是从你的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出来的 有时候你没有察觉 对不对 我想要这个多 我想要那个多 我想要人多理解你 我想要人的认同 很多的这个方面 有时候你会过了 你会过了 你心里没有平安 然后你自己寻求 你越放纵你的私欲 你越按照你的肉体的情欲 要满足你自己的时候 越满足的时候 好像越饿 越得到人的称赞的时候 下面越要得到更多 很多时候就这样 钱越得到的时候 越空虚 又再多得钱 很多时候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 有没有 所以属灵人是什么 属灵人有需要 有需要 跟正常的人一样 对不对 但是他知道怎么得满足 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 在这个概论里面 我先要给各位一个认识 所以上帝造我们的人 我们是被造者 祂是赐予者 祂赐一切给我们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肉身 甚至物质方面的 祂都愿意 充充足足足地满足我们 所以重点是什么 你在你的需要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 从神得满足 这句你们一定要去想 各位千万要小心 你问 你有没有从神得满足 苦苦地跟从主 忍耐忍耐 不喜乐 然后这样的就是 清拜神很多时候 其实里面 主啊 其实我知道 你里面 你不会给我的 对神的很多的误解是 主啊 你不会满足我的 这个地方 你不会就是不要给我 你只要我爱你 要我服侍你 要我顺服你 各方面的这种误解 在你的心灵里面 然后你的良心 又知道了真理 我要做崇拜 我要奉献 我要服侍主 这个带着这种误解 来到神的面前 好像上帝需要你什么 各位你这样做 你的信仰生活 越来越不喜乐 你自己很多的压力 你也给旁边的人 很多压力 你知道的 对不对 我在信仰生活里面 我就看到这么多的例子 不是上帝 没有给我们 满足我们 但是我们不懂得 在祂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时常看到祂供应我 使我不缺乏 所以结果 结果就有两个 第一就是 有一些的信徒 我就看到他 在跟踪主到一个时候 他放弃了 然后放重肉体的情欲 活在锥里面 这是很可怜 对不对 活在锥里面 放重肉体的情欲 永远不能得满足 或者另外一个 因为这个需要不得满足 情感上不得满足 很奇妙的 物质上 我想多 上帝没有给我 就信命中很奇妙的 开始有一天 祂听不进真理 祂厌而不听真道 每次听到 什么舍己 什么十字架 什么丰盛的生命 我讲的是 我现在要的 什么都没有 所以有一天 祂开始听的信息是什么 上帝祝福我 只要我信 就会得着 对不对 只要我能够想象 上帝就会给我 追求神迹 其实 追求什么预言 上帝的道都已经讲了 你要追求什么预言 特别有一个先知 来跟我发预言 你会得到什么 你明年会得到什么 你的工作 你的生涯会成功 就听这种很爽 有一天 祂就偏离了 上帝纯真的真理 改道 就另外一个道去了 就是很多基督徒 很多所谓在教会的教徒 他们 因他们的需要跌倒 但是我告诉各位 上帝要因你们的需要 蒙恩 因为祂要成为你满足的喜乐 各位明白吗 所以在这一关里面 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你的罪性 跟你的人性结合起来 你要晓得 怎么顺着圣灵行 当你顺着圣灵行 你的心灵 你的肉身 被满足的时候 你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就是上帝所讲的话 所以千万不要怀着误解 千万不要对上帝 上帝你绝对不会满足我的 你只是要求我 千万千万 不要落入这样不幸的观念 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 我们看创世纪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三章 十七到十九节 我们看一下 十七到十九节 各位都知道 这是人的堕落 对不对 又对亚当说 是神说 你既听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这个是人跟神之间 隔绝了的事情来的 结果是什么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人的环境出现问题了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 荆棘和鸡林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 十九节 继续下去 然后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成土 乃要归于成土 各位 人犯罪之后 他马上进到一个 很实在的 也缺乏的光景 环境 他辛辛苦苦 才得虎口 但是各位 你一定明白 比这个更严重的是 人进到的 不但是那个环境的匣子 他进到的是 一种命运 他辛辛苦苦做工 劳力 然后最后 他的结果就是归土 就是死亡了 其实我们现在 很多人都知道 你我都在奋斗 为我们的需要奋斗 赚钱 存钱 买房子 买车子 养孩子 到最后你知道 到哪里 没有了 归土了 对不对 你 我的意识里面 都知道这个事实 然后你发现 这是一个人的信念 也是人的一个命运 人离开神之后 他对神的永能 神跟神的永生 没有知觉 没有知觉 他跟生命隔绝 是他只有看到 地上我所需 他只有看到 我得了之后 最后 最终是失去的 所以带着这个信念的时候 人的心里面 进到了一个绝对的缺乏 各位跟我一起讲 绝对的缺乏 绝对的缺乏 这个是绝对的 因为你的信念里面 是这样了 已经没有了 我活完这一生 所以很奇妙的 在这个光景里面 人是从日 得了什么 一下子 不满足了 得了什么 一下子 结了婚 不满足 吃了饭 之后不满足 也健康了 不懂要去哪里 钱多了 要在哪里花 这很奇妙的 在人的心灵里面 因为他只进入了一种 只有为了生存 就为了生存 各位 人绝对不是为了生存 人被教是荣耀神 荣耀上 跟从上帝 经历上帝的丰盛 成就伟大的事 然后进入永恒里面 这个认识没有了 没有这个认识的地上 就进到一种绝对的缺乏 绝对的缺乏 这是一个cycle 一个命运 命运来的 也是人心灵里面 的信念 所以 各位都看了吗 我们旁边的人 他们可怜的光景 这个世界都被他们的惧怕 被他们的贪心折磨 人以为需要钱 得了空虚 人以为需要信 乱交 得到病 以前我们每次看篮球的时候 这个Magic Johnson 你们都知道 我们的年代是看Michael Jordan Magic Johnson 现在后来copy Brian 不懂什么了 他就乱交 就很有名 对不对 足球家 篮球家 这些 他出去乱交 因为这个世界 一直吸收你 你很好 你很棒 给我们看 每个人都要求你 那种压力 那种被消耗的时候 用信交 乱交 买车 买房 买转 花几百万买画 这个东西 来要满足自己 结果他就得到艾滋病 就这个光景 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 对不对 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你说 但是我信了主了 我现在信了主 我已经跟神和好了 我已经知道有永生了 那为什么我还有需要 也常常被我的需要折磨 各位要知道 很多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 你信心软弱的时候 你第一个失去的 那个是什么 各位问 当你信心软弱 你怎么知道你信心软弱 就是从你的心里会告诉你 你不是这么向往永生 各位有没有 你想到永生 永生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那种感觉对不对 那种感觉就来了 所以你对永生没有期望 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说 信徒们 我们有永远的指望 保罗每一次讲这句话 对不对 你在苦难当中 有永远的指望 就将来再也没有流泪 没有悲伤 一直讲这个东西 那并不是说上帝只有要我们永远活 现在不要 但是上帝讲这个东西是 当你有永远的价值的时候 你今天才能享受上帝 是你的一切 今天你能够享受上帝的统战 今天你该有的 你会看到有 甚至没有的 你走下去 跟神同心的时候 你会看到 按时按时 上帝嫁给你 但是你失去的永生的那种盼望 好像没什么 就是活在地上 都是苦难 人家有的我没有 那种光景来的时候 很奇妙的 你里面就出现一个意念 上帝不会满足我的 对不对 又来了 这个是撒旦的意念 撒旦放在你们的心中 你们知道吗 当我们的心灵 我们相信这句话 这个感动 上帝不会满足我的 上帝只有要求我的 你知道吗 你下一步 你的心灵里面 潜意识的 就是我靠自己 靠自己活了 结果就是什么 结果就是更多的需要 更过分的需要 更不能得满足的 整个心灵的光景 就出现在我们的里面 各位 我现在讲需要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 神不会满足你们 我也不能单单讲这个课题 单单 现在你有这个需要 神会不会满足你 我不能单单这样讲 你一定要认识真理 你先认识真理 为什么人有需要 然后神应许什么 然后为什么神告诉你 在你的需要的时候 你要怎么祷告 也特别不要被欺骗 所以我说 你们要回到事实 事实说什么 事实说 神是赐予者 神不是需要者 Amen不Amen God is a giver God is not a have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Give God give 祂不消耗的 祂是上帝 祂造我们 祂要赐予 所以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各位有没有这句话 所以这句话 告诉我们什么 He is a giver 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 一错的时候 你根本不能解决 这个需要的问题 我们一起看 《使徒行传》 这里有一处的经文 我们看《使徒行传》 第十七章 十七章 各位这个地方 二十四节 保罗的讲道 在雅典的讲道 他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即使天地的主 救不住人手 所造的殿 现在很多的金像 银像 都是住在人手 所造的殿 但是这位上帝不是 祂也不用人手服侍 不用人的手 给祂装饰 把它弄得更美 更辉煌 不需要 祂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乏什么 上帝是不缺乏的 祂自己导将生命 气息和万物 赐给万人 各位喝点美的经文 对不对 各位这段经文 在什么背景讲的 保罗他在雅典 雅典人都是哲学家 他们天天想 new idea 对不对 他去的时候 这个哲学家之地 充满偶像 然后他们造了 很多的偶像 然后他们只有 放一个名字 未认识之神 unknown god 对不对 未认识之神 所以保罗就看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很焦急 人聪明 无论怎样聪明 他是有需要的 然后从人的需要里面 他就造出很多的偶像 然后整层都充满偶像 的那个光景里面 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 保罗没有 高原大致起来 你们为什么拜偶像 保罗没有这样讲 对不对 保罗是把他们 带到他们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认识 这个神是怎样的 我看到你们敬拜神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 真的上帝是怎样的吗 他不是受人的手服侍的 好像缺乏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他是不缺乏的 他是自由拥有的 他是那位赐予者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为我们信徒 现在我这个信息 不但给非信徒 给信徒导 讲的 我们圣徒 你信徒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你千万记得 如果你每次踏进教会 或者你来到 过信仰生活的 这个生涯里面 你就怀着那种 上帝需要我敬拜祂 上帝需要我给祂奉献 上帝需要 你每次这样想的时候 我再讲一遍 你这样想上帝的时候 你的心灵 其实活在谎言里面 知道你依靠自己 你不会依靠祂的 因为好像祂需要我来建立祂的教会 所以在教会里面 绝对小心这个东西 你不依靠祂的 这种观念是不依靠祂的观念 你绝对会按自己的方法来做 然后你就发现 你的需要就加征 甚至不正常 所以我也要怎样怎样的成就 我也要 我孩子要什么什么 我养老要多少多少钱 买了一个保险 两个保险 三个保险 我不是反对买保险 但是什么都买 头也买 手也买 胶也买 每次有新的保险出来就买 所以保险的钱还没有用到 已经没有钱了 这个是一种很奇妙的人被控制的 他的信念被控制的 所以菲利比书4章19节说什么 你们看 菲利比书4章19节 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 各种需要的 他说我的神 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各位这句话好像保罗宣告的很好 好像很美的 很完美 各位注意这句话 使你们一切 上帝的丰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阿们不阿们 所以这句话说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上帝要满足我们的 他能够使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充足 这是应许来的 你千万不要认为神不会满足你 但是很多人宣告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有读前文 那前文讲什么 如果你们去读菲利比书4章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处悲见 处缺乏 处饥饿 各位有没有 你们有发现这个东西 对不对 以前我就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 上帝啊 你讲一切需要的都充足 然后又有缺乏 又有饥饿 所以在这个两个方面 我就感觉到自相矛盾 对不对 所以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 主跟我说 神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的意思 不代表你不会偶尔 在特别的情况里面遇到缺乏 像是缺乏的情况 我再讲一遍 各位好好听这句话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不代表你不会 人生当中不会遇到有缺乏 或者有一点卑贱的光景 这是一个真理 但是各位 但是 这个怎么解释呢 但是在你缺乏 悲贱 饥饿的光景的时候 有种种的需要的时候 上帝用它很奇特的方法 会满足你的需要 可能你要的是钱 但是上帝满足你的是给你信心 你信心一来的时候 这是小钱 可能你要的是人的爱 爱情 上帝给你另外一个友情来的时候 很奇妙的 这个爱情 等一下才有也可以 对不对 很奇妙的 在当时 或者你跟神一起同行当儿 你的心灵里面 不受你的需要 你的缺乏的环境影响 反而是 看到另外一种丰盛 另外一种满足 按时按时上帝加给你 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 有经历过吗 真实的信仰是要经历这个东西的 不是你一祷告 按着你所要的 马上就来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敬拜的上帝 跟寺庙里面的人敬拜的 都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的上帝跟寺庙里面 人手所造是不一样的 他有很奇特的方法 他不是按着人的意思 exactly给你的 但是他有更高尚的 你要得那个 你要确认经历那个东西 我跟你各位说过这个见证 以前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金融风暴 对不对 我们大学生毕业 很多的东西 心里面想就是想赚钱 想多存钱 那时候我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 你想几时能够娶她 很多东西 一想什么就要钱 新加坡都是这样 对不对 金融风暴 得到一个工作 这个工钱不是这么理想 对不对 我们每次都是看工钱 不是这样的理想 人就在这个情况 带着一种缺乏的心 然后做工的 所以你昼日会听到 我旁边的人也埋怨 同事也埋怨 但是很奇妙的 我就祷告上帝给我信心 我进入这份工作 有些人就一来三个月就不做了 六个月不做了 我就做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当中我认识同事 认识人 然后这份工作很奇妙 这个工作给我很奇特的一个经历 你知道这个public speaking 我以前刚才开始做的这个工作 就一下子跟两三百个人要讲话 那个public speaking的那个胆量 对不对 那个厨师带人 能够跟人沟通的那种恩赐 训练都是在前面 我两三年做工的时候 所以上帝用很奇妙的另外一种方法 然后满足我 然后我越跟着主的心这样做工的时候 慢慢就满足起来 其实你慢慢一满足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 其实物质的东西 这个是很吃药的东西 我顺便也这样讲 如果刚毕业的年轻人 你们前面五年 绝对不是为了赚钱做工的 聪明的人 智慧人 绝对 你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你绝对不要为了赚钱做工 你要为了累积经验 学习人生的道理 来做工 你前面五年 你学的 你大学的费用 什么要还债 你银行借 然后还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东西 你在你精力充沛的时候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你的那个求知力 很想认识 接触人 你得到的感应 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东西会留在你的心 你知道吗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是这样发现 那时候精力充沛 然后三十岁到四十岁的时候 三十岁到四十岁 差不多要定性 望着定性 定下性 性情 那个时候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时候 慢慢走着走着的时候 也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做什么 你听了主的道 然后你知道你听的是什么道 听的是什么道 甚至连你一生 你会跟怎样的配偶 选择怎样的配偶 适合怎样的配偶 你差不多 三十三十五四十 慢慢懂了 我是说还没有结婚的人 如果你结了婚 你就 OK That's another matter 现在这样 还没有结婚 三十岁四十岁 东了 定性下来 不是看到别人有什么 我也要有 那个人成功 我也要成功 三十岁 进去了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好啊 跳跳跳 没有感觉 换教会 太沉了 又换 三十二岁又换 没有什么东西了 听的是常常背十字架 三十五岁又在换教会 一直换到五十岁 换到 一直改到 没有根 没有定性 连孔子都知道 事事不获 对不对 基督徒不懂这个东西 但是换了就算了 换了就算了 换了就算了 但是我现在 不是要责备这个东西 我现在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我现在讲的是 上帝为人生命定的 有一些东西 如果你认识真理 你认识真理 我要追求什么东西 我要认识了有一些真理 真道之后 在那个地方要生根建造 现在的人是不生根 贪什么 信什么 对不对 感觉什么 就投入什么 绝对 你的需要 永远不能得满足 永远不能得满足 上帝是治愈者 上帝是治愈者 上帝不是需要者 那你说 那为什么上帝需要我们服侍他 上帝为什么需要服侍他 各位认为呢 上帝不是缺乏嘛 但是为什么要你服侍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 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 刚才如果你没有请经文的话 不在这个地方 四章十一节在那个地方说什么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 服侍 服侍的人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 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 因基督耶稣得荣耀 各位 所以服侍 不是你能给神 你服侍教辈 是很奇妙的 你服侍当中 然后你才经历到神的能力 神是全能的吗 神是充满智慧的吗 你怎么知道 圣经说的不够 你只有圣经说的 你真正的体验在哪里 你真正的体验就是 你服侍当中 你牧养人当中 你在教会里面 对你所做的圣工 甚至你在家里面 你服侍你的丈夫 孩子当中 其实你看到神的恩惠领导的 所以这点是很重要 这点是很多信徒不能做到的 比如说我现在要讲道 我要讲道来的时候 我知道我现在要用讲道服侍主 这个是我讲道当中 我的个性不是这样的 我一站上台 但是很奇妙的 要服侍众人的时候 圣灵的智慧 全并在我的心中 等一下我们吃饭了 对不对 跟各位交谈讲话 大家一个一个走的 这个杯子没有收 那个饭粒在地上 很多的垃圾 服侍教会 清洗垃圾 的时候 很奇妙的 这样做当中 看到教会整洁的时候 心里面的喜乐 对 心里面喜乐 在服侍当中 百般的忍耐 对不对 你整天讲忍耐 忍耐 怎样忍耐 你来到教会 每个人都对你好 对你笑 吃了饭就走 都开心 对不对 不用忍耐 对不对 但是有一天 我经历到 原来你有时跟罪人在一起 你有时跟软弱的肢体在一起 软弱的家人在一起 你不要只有哀恨 你哀恨 你只有痛苦 像在旷野里面的 以色列人 没有肉 没有水 没有什么 摩西天天赞美神 有一种人是天天这样埋怨 所以很痛苦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在服侍当中 你懂得按着神所赐的力量 经历祂丰盛的恩惠 很奇妙的 你比一般人至上 你能够看见 那一般人的眼睛 自觉不能感受到的东西 就是上帝超自然的能力了 这个地方是最难的 我跟你们讲 这个地方是 因为我们做服侍的人就给 给 对不对 各位小心 这个当儿 你千万不要失去恩典 总是求恩 主啊 加倍的恩惠 加倍的恩惠给我 加倍的挑战给我的时候 加倍的恩惠给我 这样求恩 这样服侍 不要逃避 不要逃避罪人 不要逃避难的事 不要逃避我不喜欢的事 主啊 原来服侍的 叫我经历神所赐的力量 阿们 各位 我讲了很多东西 现在弟兄姐妹 有些弟兄姐妹说 那牧师你讲了需要的东西 为什么讲到服侍这个东西去 对不对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跟需要有关系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嘛 我的需要不得满足 对不对 所以他的心里面是要得某一些的东西 或者人的理解 或者有一些看得到tangible 或者看不到intangible的东西 想得这个 我反而跟各位说 有一个赐予者 他是赐予者 他使你的心灵里面 能够在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但是你的生命怎么连接于他是第一点 OK 这个是第一点 好 现在我讲第二点 所以你跟神连接好之后 现在你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人 我们都是人 被罩者 我们有需要来了 千万小心 不要因你的需要跌倒 要因你的需要蒙恩 所以现在我们几方面来思考 OK 我们现在几方面 我们一起思考这个东西 各位回答我 如果你现在 你感到你有需要的时候 这个告诉你什么 这个告诉你 如果你饿了 你现在感觉到饿 需要吃吗 这个告诉你什么 就吃嘛 对不对 这是不是简单 对不对 没什么花这么多时间 想这个东西 这个道不是很难的 这个道是小六生的听得懂的 这个主耶稣的道 小孩子听得懂 饿了就吃了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太直接了 那我有什么需要 我就去拿 我需要钱我就去拿 对不对 对吗 所以我们很多人 挣扎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各位好好听这个地方 神照我们人的生命 是都有欲望的 desire 对不对 欲望 没有一个人 正常的人是没有欲望的 这个欲望 在适当的时候 在适当的时候 情况 有时候也神定的时间 它会很自然的产生需要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问 我们人有什么欲 最简单的 私欲 所以饿了就吃 睡雨 睡 累了就睡 信雨 有些人有求知欲 探索的心 什么都想知道 对不对 古里古怪的东西都想知道 求知识 对不对 想知道 好像现在我讲到 如果你没有求知欲的话 你根本不想多认识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上帝也用这个求知欲 在人 人有玩乐欲 对不对 你想玩 如果你一直服侍 一直做工 你会看到 到一个地步 整个人哭干了 然后很不开心 各位有没有 所以我们姐妹们每次说 我需要学拼 需要shopping 要买 到底买对不对 但是 的确人要玩 对不对 想要旅游 你看 欲 有没有 人有 你生病的时候 对不对 你想要健康 有健康的欲望 有生存欲 人有生存欲 特别是 当 如果你知道你有绝症的时候 你有绝症了 你心里面的一个向往 一个欲望就出来 我想活 我想活 好像西西家王 他知道 要死了 对不对 我想活 我想活 对不对 所以上帝再给他15年 但是那个15年 好还是不好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欲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刚才说什么 上帝造我们人 正常的人 有欲望 所以在这个欲望 在正确的时候 产生需要 然后上帝 满足这个需要 祂是要满足这个需要 使我们的心能够荣耀祂 阿们不阿们 所以很简单的 你们不用了解的太难 祂为什么给我这个需要 为什么祂给我这个欲 然后会产生这个需要 因为祂要满足 祂要满足 所以你饿的时候 你吃了好吃的东西 赞美上帝 对不对 对不对 很自然的东西 你累的时候睡 夫妇之间 想要亲密的时候 就信爱的 这些是很正常的欲望来的 上帝愿意许可也鼓励 对不对 这么做 你有病的时候 想要看医生 这个是很直接的 有些东西 你们不要想得太复杂 我在中国有一个姐妹 她身体有病之后 她很可怜 她丈夫离开她 跟她离婚 她家婆说 就离婚 然后孩子我们要 有六岁的孩子 多么可怜 然后不要让妈妈看 这妈妈多惨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来到教会信了主 因为这个痛苦 对不对 她就在教会 一直读经 祷告 读经 祷告 我认为 不正常 我认为 你周夜读经 祷告 读经 祷告 但是人的身上 有一个正常的欲望 需要 你不懂得 在这个地方 聆听主的声音 来追求 让自己得到满足 你在你的心灵 跟你的生理 慢慢不平衡起来 各位了解吗 你受死坦 这些东西都会来的 所以我跟这个姐妹 说 你不要只有读经祷告 我叫另外一个 教会的姐妹 你陪她 这个丈夫不给她看孩子 去托儿所 找孩子 天天去 花时间 一个小时 跟孩子在一起 买东西 买玩具给她 跟她一起吃 跟孩子沟通 我就这样说 这样说 你要这样做 我说你不能天天在家 二十小时读经祷告 这不能的 所以你们会了解吗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 这个欲望的 有时候是很直接的 上帝给我们 不能认识了真理之后 有属灵人 属灵人没有需要 所以我还有需要 我不属灵 No 圣经几时这样讲 对不对 我就说了 牧师自己也有需要 你们也有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上帝 这样满足你的时候 你也这样追求 得到满足的感谢主 人有很多的欲 成就欲 你不能说 我做什么东西 不要有成就 沙沙呱呱 所以人有成就感 但是人的过多的成就感 什么都要成就感 成就感变成一种骄傲 自尊心 对不对 所以绝对记得 我们有一个正常的欲望 上帝要满足 也许可我们求满足 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特别要说 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在这个欲望的东西上 他们的错误在哪里 我饿了就吃 我就需要结婚 我就找朋友 直接 我亲爱的弟兄们 记得这句话 因为我们的罪行 有时罪行 在某一些 透过我们的软弱 给我们不对的意念 叫我们进到不对的环境 挑动我们的贪心 我们的惧怕 很奇妙的 你的欲望就会过分 你的需要 你欲望受到罪行影响的时候 你的需要就过分 过分的结果 暴隐暴失 有些人的性欲太强 他就叫配偶很辛苦 有些人总是要 我总是要成就 这个方面 你过分 对不对 过分 那过分的这种需要本身 你不得释放 你也叫旁边的人很辛苦 因为你会把你的需要 建造在旁边的人的痛苦上 所以在这点上 圣经一定说你们要懂得顺着圣灵心 在圣灵的引导 满足他的时间 这个之下 你要得满足 所以 需要结婚的人 你可以为这个祷告 你需要生孩子的人 你有生育的欲望 你可以为这个祷告 这是很重要的 上帝 愿意成为你的满足 使你的心灵在这个方面能够荣耀神 所以 现在实际来讲 这个先跟各位说 你的欲望本身不是邪恶的 现在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 注意听 另外一个问题 当你感觉到你有一些需要 但是不是历时得到满足 不是马上 我祷告很久 我等了 还在等 那么神 借着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 现在这个第二很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挣扎 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 有时候 我们有一些需要来的时候 但是我的情况 条件 不许可 我马上得到满足 不许可 来了 现在 你问 这个四方面 我给各位一个答案 第一 第一 绝对记得 你要 因着 你的需要 来到 那个赐予者面前 这个是绝对的 你 感觉到 这个需要 是因为 赐予者 他有 他的方法 巧妙的智慧 丰盛的恩惠 你想不到的 他能够满足你 所以 人有需要的 来到主的面前 他会惧怕的时候 倚靠主 这是很重要的一刻 很多人是 在需要里面 忍耐 然后不幸的意念 接受 然后越惧怕 越无助 然后需要更多 然后就犯罪 对不对 绝对记得 你的需要 是把你带到 只有他能够满足 无论用什么方法 他能够满足 对不对 然后第二 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绝对记得 人的 第一个 失去的东西 是什么 他跟神的交通 对不对 他犯罪之后 他灵里面的光景 死了 再也看不见 神的结果 什么都不够 对不对 所以 大卫说什么 大卫说 主啊 你用生命的道 叫我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面前 有永远的福乐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 生命的道 生命的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需要的事 你千万千万 不要不听道 你们知道吗 当你被这个道 解开的时候 很奇妙的 神的真理 释放人的心灵 听完一个道 比如说 你在一个需要里面 我一直想 一直想 神几次给我 神没有给我 我要工作 神没有给我 我要配偶 神没有给我 这个一直想的时候 你需要另外一个 从你的 狭窄的思维 有另外一个启发 对不对 所以你听到当中 另外一个被点醒 开启 其实 我需要的真的是钱吗 就好像牧师这样 我其实刚毕业的人 我真的需要的钱 其实不是 其实上帝知道 我在我精力充沛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这个智能 对不对 上帝要加给我的 所以这个方面 是你要有生命的道 听到了 你才能够另外一种需要产生 另外一种渴望产生 产生之后 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你等待的耐心也不一样 对不对 这就不同了 需要生命的道 我再讲一遍 你千万千万不要不听道 你越不听道 你没有启发 你只有像井底之蛙 一直在那个地方转 一直转 所以很多人误解上帝 上帝 为什么上帝要这么难 我要什么就给我 可以 上帝有 上帝不是没有这样做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讲到比较复杂一点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罪性跟人性 结合在一起 不是这么容易 上帝 但是我又有需要怎么办 赢着这个东西 不要跌倒 来到主的面 赐予者 他有他的方法 先从他的道蒙恩 先从他的道蒙恩 然后我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第三是什么 然后很奇妙的 在你在他的道蒙恩的时候 上帝有时候 在你的需要中 给你启发 改变你的心意 甚至给你 让你的生命里面 蒙受一个更大的应允 你们在圣经里面 看到哪一个经文 是讲这个的 就是哈纳 我最近妇女聚会 我刚讲哈纳的故事 有没有 哈纳很像有一个孩子 她有一个对头 一直激动她 她被激动的时候 她痛苦得不得了的时候 她来到神面前 轻心突一 轻心突一的时候 奇妙的 那个时候 上帝的灵 就是奇妙的给她一个 主啊 我在你面前 我要求一个儿子 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 他是一个哪些人 他剃头刀 不剃他的头发 酒不沾他的舌头 他是一个分别为神 上帝所用的人 他一生要住在神的圣经 很奇妙 对不对 他原来只是要一个儿子 一个孩子 但是他能够 因着他极其的需要 跟痛苦 被带到 他明白上帝 浩大的心意 甚至连以利基事长 都不了解 他能够向神求 一个哪些人 了解吗 这个奥秘 这个奥秘 是当你在极其的需要中 你才会被激动 思想 在痛苦当中 思想 祷告 向神清新注意 你才能够得到 上帝这样的启发 人是这样被开启的 如果你样样都好 需要满足 你不会多想的 对不对 我们信仰当中 你们问 你们自己什么时候 成长最多 你们挣扎的时候 你需要不得满足 为什么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但是为什么你不给我 那个挣扎来 对不对 然后你会多祷告 多思想 多挣扎 这个当中 圣灵很奇妙地 炼进你 启发你 感动你 在这个时候也抑制你 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成长是最快的 上帝讲 阿们 你们 我以前建立这个 基督生命堂 我们一起建立的时候 我们心灵里面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是教会 但是我们实在是 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不是带着野心 但是我们心里面是 建造的时候 教会真的难 我们才24岁 什么东西 人这么难的问题 痛苦的事情 这些东西 我们24岁的人要教导 要劝勉 要什么 这个几乎在心里面是 这个是向神很多的 要请求的 但是有一天 挣扎当中 很奇妙的 忽然一个启发来 为什么要建立教会 如果我们要建立的教会 跟所有教会一样干嘛建 如果你要生的孩子 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干嘛生 对不对 生了 养大了 然后走 然后你就老了 这种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你需要一个启发 需要一个看见 你走出来的时候 求主祝福我们 建立一个能够祝福万民的教会 服侍众教会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 我们的宣教施工 虽然我们还是薄弱 但是我们走到全世界 世界性的宣教 你们了解吗 这个是一个 在你的需要当中 你没有利用你的需要 你因需要哀哼的时候 你得不到那个更高 更美 更无限的东西 我是跟各位说 当你的需要来 不马上得满足的时候 上帝跟你们讲 很多很多的事情 一来你没有听到 因为你就专注你的需要 神祝福我们 神要祝福我们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三样 来到神面前 生命的导致是蒙受神更大的应允 然后最后 还有什么 过肢体生活 在肢体之间 彼此的相爱得到满足 各位这句话我知道 每次各位弟兄姐妹听 牧师就要讲这个东西了 你们好好听 我在牧养教会这么多年 我得到一个绝对绝对的真理 就是人还是需要的就是爱 你们相信不相信 人需要的是爱 你们了解吗 你不管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那个 其实当你一得到爱 其实很多东西你放下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以为你要的是很多东西 神就是爱了 祂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的蒙爱的时候 那时候是被填满的 但是人软弱 不能时常看到神 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肢体生活 所以在你心里面有需要 但是不得满足 你有一些忧伤 为着孩子 为着很多的事 配偶 你来到教会 有时候你跟教会 肢体在一起 然后你看到别人的情况 这么糟糕 别人家庭 哎呀 我自己的问题没有了 没有什么了 对不对 很奇妙的 这些就走了 所以人满足 在肢体生活当中 以前我在服侍主当中 我知道 不管弟兄姐妹 给我怎样的问题 我回到家 我那时候孩子 今天慧正去生孩子了 我昨天就跟他讲了 我说 你知道啊 你的第一胎生出来 你永远难忘了 不是永远 一生了 一生了 一生难忘 你生成第一胎的时候 但是以前 我在服侍主 受什么委屈 回到家 妻子的安慰 看到孩子的可爱 好像一股爱进来 我的心 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这个心灵里面的很多的 冤屈 缺乏 委屈 这些都是人一直有的 对不对 就掉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 人需要的是爱 你的家里面没有爱 你夫妇当中 没有给彼此 那个聆听的耳朵 夫妇很多的责怪 对不对 跟孩子在一起 只有担忧他 你没有好好坐下来 在饭桌上跟他沟通 你跟他沟通的时候 那个爱就来了 那个滋润来的时候 哎呀就好了 但是你担忧 他好不好健康 吃这个好不好 他学也好不好 这个东西一直挟制你 所以你没有得到爱 你的家庭生活没有得到爱 所以你是说缺乏 缺乏 肢体上 所以肢体也包括家庭的 你们彼此的相爱 这是教会最要追求的东西 虽然教会的爱不满足 但是你不要封闭你自己 你封闭你自己 没有办法得满足 所以最后我说 所以每次需要来的时候 你必定问自己 几个问题 你问自己 没有得满足的 这是真的你的需要吗 还是你的眼目的情意 你看到别人有 对不对 真的需要 如果真的是 那我要怎样得满足 问自己 我要怎样 我要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依靠主来得满足 问 然后在你等待的过程当中 你的心灵怎么改变 要怎么改变 好像哈拿这样 他的心改变 对不对 他的祷告题目改变 有些东西 对不对 一定有的 你的心没有改变 你为一样的东西 一直求 甚至你为你家人的救恩 一直祷告 家人的救恩里面 也告诉你 对不对 有时候你为家人的救恩 祷告的时候 你自己也反省 你自己也祷告 改变 对不对 然后最后 亲爱的弟兄弟们 你问你自己 你得到这些东西之后 你的结果 是你被 你所得到的捆绑 还是 你用你所得到的 来 荣耀神 服侍神 工作 学业 孩子 婚姻 健康 这些东西 无论是我们多需要 这还是至战至亲的东西 这个至战至亲 有些人因这些至战至亲 一辈子 因这个忧愁 然后得到之后被捆绑 对不对 孩子进大学了 什么了 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不重要 但是这些东西 告诉我什么 人活着不单靠这些 乃靠神 口里出的每一句话 永生之道 永生之道 我知道 我无论怎样讲 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 需要圣灵的工作 是你们要听 这是神的道 最后 真的最后了 我们看一书经文好不好 我们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二 我看到 每一次 很多的人 我们当中有很多 新来的面孔 都是这样来听到 所以我是把握这段时间 各位早上 咖啡喝两杯 如果你没有喝咖啡 主日喝咖啡两杯 你住在这个地方 起码你听到 一个小时时分 没有打瞌睡 醒过来 全部把神的道吃下去 你回家皆大欢喜 第二章 第二章四五节 第二章四五节 这里 各位说什么 耶稣在列威家里 作息的时候 有好些税吏和罪人 与耶稣并门徒一同作息 因为这样的人多 他们跟随耶稣 你看 法利塞人中的文士 看见 耶稣和罪人 并税吏 原来是罪猛恩的人 跟他们一同吃饭 就对他们门徒说 你的夫子和这个税吏 并罪人一同吃喝吗 就讲了这句话 十七节 耶稣听见 就对他们说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各位 你从这个经文 你认识什么 你认识什么 其实你们有没有问过 虽然我们现在 人有各种的需要 神也愿意满足我们 但是神最迫切 要给我们的 也是我们真需要的 有时候没有发现的 是什么 就是神的饶恕 神的赦免 很多的人来到教会 为一件事情祷告 得满足了 后来不跟从神了 你看十个大麻风病 得医治了 只有一个回来 有的人像法利塞人 这样的人 他们是最可怜的 很自满 我有了 什么都有了 自满 我有什么 我不需要什么救助 不需要医生 这样的情况 我做得到 我有这个聪明 I'm resourceful 很多人相信 这些无形当中 你相信自己的意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奇事录三章说什么 上帝跟老底家教会 你们是贫穷的 是可怜的 是瞎眼的 对不对 你们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 主来的时候 他上山 登山保训的时候 他说 极可慕意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 必得保足 主讲这句话 对不对 极可慕意的 这个意是水 意就是基督了 对不对 你们极可 想要认识他 认识这是永生之道的 你们必得保足 你们需要医生的 会得医治 你们需要救主的 你们会得拯救 需要的 人的一切的问题 一句话 罪来的 罪的刑罚 跟刑罚的惧怕 在人的心灵里面 人没有办法控制 他的需要 时不时 罪性 叫你累 没有力量 罪性 叫你 我的配偶不体恤我 罪性 来的时候 别人过的生活 我不好 这个罪性 有时候 一直来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你没有察觉的 你看到的一些情 看到人有的 马上就来的 对不对 然后你开始里面 就动脑筋 复杂起来 不能单纯的信套神 罪性 罪性 我老了 什么都没有 你看 你年纪这么大了 这个罪性 不是你老了 对不对 罪性来的 这都是罪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今天听这个信息 你说 主啊 我要在你里面 有满足的喜乐 永远的福乐 对不对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一定 主啊 为什么你跟我说 所以你们需要医生的 需要 必定得医治 你们饥渴目以的 必定得保住 上帝是要跟我们讲什么 其实你们听完这个信息之后 你们需要的是跟神和好 你们要把你们的软弱 你们的罪 你们也知道你们的罪 藏在你们面前 向神清新突一 主啊 怜悯我的不幸 怜悯我的 很容易不满足的那个心 求主连修 你得到了主的连续 你跟神和好之后 其实很奇妙的 你的心灵的那种感应 感叹 有圣灵的感动 能够满足你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只有议会不能言传 我这样讲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你在你的需要中 你要经历的 祂的大能大力 祂的赐福 各位要每一项的恩赐 全辈的赏识 都从重光之福来 你们不要被骗 在祂那边没有转动的一面 你们缺乏智慧地向祂求 祂就厚赐 厚赐于众人地 就赐给你们 这就是上帝的话了 对不对 不要误解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信奉祂的应许 因你的需要 寻求祂 你会看见 你的好处不在祂以外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感谢祢今天 用祢的道教导我们 使我们很清楚知道 主 祢在乎我们的需要 祢也不愿意 因着我们的需要跌倒 反而在我们的需要当中 主要满足我们 叫我们遇见祢 主 我们今天 你知道 主 这个道 人的口能够讲 只有圣灵能够把这个道 送到人的心中 求主自己做功 在众人的心中 传讲着 听着心里面做功 主 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 多成生 多认识祢 我愿意就因着需要 来受赐谈跌倒 主 我们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归给耶和华以乐 供应我们一切的上帝 感谢主 我们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